大家好,我是小康 在Lankawi蹲了两个月半 今天终于很继续独步了 我现在的人已经是在玻璃市了 今天也已经找到了落脚地 后面这个帐篷就是我今天在营的地方 先让你们来猜猜看我今天在哪里录影吧 接下来的计划呢,会打算先在玻璃市走走 然后再前往东海岸 好,现在就让我来说说今天的徒步旅程的故事吧 首先呢,必须感谢的是熊哥 在Lankawi的这段时间里 熊哥管我吃管我住 当然啦,小康会待在Lankawi这么长一段时间 绝对并不是因为有的白吃白住 而是熊哥的地方真的是太舒服了 平时每次做就躺在椅子上或吊床吹吹海风 抵达码头时还有一些些时间 足够让我们拍一拍在附近的牢鹰地标 我们的船是早上10点半出发 出发前的15分钟我们就开始boarding了 从Lankawi到Gualabaliz的船程大概是一个小时多一点 我们抵达Gualabaliz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2点了 在Gualabaliz下船后我就跟我的越南朋友说再见啦 能够再次见到他真的是很开心啊 与朋友分到扬镳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午餐 午餐我吃马来人的Nasi Jumbo 我拿了竹笋和苦瓜 然后还点了一杯Deck Ice 一共才5块钱,真的好便宜啊 之前在谷歌地图上看见 离Gualabaliz不远有一个最北的海岸线 于是今天的第一站就是打算去那里 跟着谷歌地图建议的路线 我来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跨河桥 这条桥只能允许行人跟脚车经过 摩托车是不能行驶的 过到了对岸很惊讶的发现 竟然整个马来乡村都是五彩缤纷的 他们的屋子全都是五颜六色 非常的鲜艳 我发现这里有几个不同的马来甘邦 几乎大多数居民都把自己的屋子 游成了五颜六色 而且也美化了周遭的环境 在甘邦周围安装了各式各样的装饰 他们还建造了自己的游乐场 不得不说 这几个甘邦居民的社区意识 还真的是蛮高的 我经过的时候刚好是大脏潮时段 有几个马来甘邦的屋子都被海水给淹入了 离开马来甘邦后 我沿着海岸线前进 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螃蟹雕像 原来在玻璃市也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布拉格丹的 在往北走没多久就来到了最北的海岸线了 但是在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 就是只有一个标签 说这里就是最北的海岸线了 还真的是有够敷衍的啊 打卡了最北的海岸线过后 就往回瓜拉格丹的方向走去 但这次是前往另外一条天桥 回去瓜拉格丹 在抵达天桥之前突然冒出了一个roadblock 但这对于经验老道的我来说 已经能够轻轻松松的应付了 刚经过天桥没多久就发现了亭子 我们这些整天露宿街头的人 是对亭子非常敏感的 二话不说我马上前去探个究竟 发现到原来这是一个围绕着一座石山的公园啊 我问了问那里的管理员是否能在这里露营 他说没问题 但是厕所的水源供应断了 看来今天是不必洗澡了 由于时间还很早 所以我决定去那里的山洞看看 山洞后有个通往石山内侧的阶梯 在石山里面还有几个亭子 以及一些动物的雕像 基本上石山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阶梯 然后各个通往不同的方向 过后又能够连接在一起 景色就没什么特别的了 由于没有很饿 所以当天的晚上给自己买了几个面包当晚餐 我在石山下选了一个漂亮的地方扎营 这里有桌子和椅子可以让我好好休息 休息的同时也给充电宝充充电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